一提到全球最会赚钱的公司 首先你会想到哪一家企业呢 是Facebook Apple还是Amazon 近日有机构正对2019年上半年的各种情况 依据数字自身价值等指标进行分析 昨天全球利润最多的十大公司及其所拥有的资本震撼全世界 在第15至第6名当中 有许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品牌 诸如Facebook Samsung City美国银行等 那么在接下来的第5到第1名中 是否有你意料中的品牌呢 摩根大通利润达187亿美金 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乃是全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 其企业版图触角更是遍布全球51个国家 服务内容涵盖投资银行金融交易处理 投资管理商业金融服务私人服务等 这家成立于1799年的老字号 见证了诸多金融历史上著名的兴衰过往 通过一连串成功的运作 发展壮大至今 其规模令人扎舌 它在金融方面的专业能力和影响力令人惊叹 员工人数更是高达30万 苹果利润达216亿美金 2019年是第一只iPhone诞生后的第11年 手机的更新也进入了SSR的阶段 Apple的出现几乎改变了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 深深影响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习惯 全球销量更是超过12亿步 它真的是改变了游戏规则 其牵动的影响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精彩 写下了无数传奇经典以及有趣的事 Apple那无人能敌的地位不可撼动 其战略遥遥领先 它的品牌价值更是难以撼动 且品牌价值已经高达2144亿美金 Microsoft 利润方面 由比尔盖茨所创立的Microsoft 带来了全世界电脑作业系统的革命 它早早便预言会掀起的潮流 在Windows系统下让电脑达到了新的境界 Microsoft已在2009年估价首次突破1兆美金 成为第三家市值突破兆美金的公司 Microsoft在30.1软体上 让众多公行号的作业方式实现了数据化 系统化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革新 再加上周边软硬体的蓬勃发展 Microsoft的规模迄今持续壮大 博客下海瑟威 利润达350亿美金 也许你对这家公司并不十分熟悉 不过当你听到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长 是有着华人巴菲特支撑的投资大师 那你一定不会陌生 博客下海瑟威早年是一家纺织公司 目前已发展为一家多元控股公司 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 业务范围包括物业等 意外险 载保险 汽车险 特殊类保险 此外还有诸如地毯公司 珠宝公司 食品业 素食餐厅 钢铁公司 汽车制造等行业 还有飞机租赁 体育中学资产等领域 首先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其利润高达46亿 大幅领先其他企业 它仿佛掌控着全世界每一种原油的价格 实际上在2018年 它就是全球最会赚钱的公司 这家公司去年的息税折旧摊销前 利润达到2241亿美金 超越了苹果和艾克森美福 成为全球最引人瞩目的公司 据摩根士丹利投资者服务公司称 沙特阿美去年实现净利润1110亿美元 按照可对比口径的利润指标来看 苹果公司去年净利润不到600亿美元 艾克森美福为211亿美元 亚马逊公司约为100亿美元 这家公司强大之处在于 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陆上油田 加瓦尔油田 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海上油田 塞法尼亚油田 此外 它还是最了解全球石油隐藏版图的企业 服务范围遍及世界各地 实际上 沙特阿美本来是一家美国企业 1933年沙特阿拉伯立国不久后 在开国君主伊本沙特 以及美国探险家卡尔特威切尔的穿针引线下 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在该国东部获得石油勘探 主营及开采权 并成立子公司加州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 来管理和发展在当地的业务 在1944年 该公司更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 二战后 全球兴起去殖民化浪潮 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独立国家 从殖民宗主国手中取回属于自己国家的资产 在1951年 伊朗时任首相摩扎台提出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然而沙特政府却选择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与美国达成协议 使其能够从沙特阿美身上瓜分一半的利润 在冷战拉开序幕不久后 华盛顿与利亚德达成了某种默契 到了20世纪60年代 三国政府开始逐步收购沙特阿美的资产 当时在沙特阿美的董事会中 大部分成员都来自美国的几家石油公司 除了沙特之外分别是埃克森及雪佛龙 这两名董事会成员是沙特官员 但可见三国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 去控制公司的石油产量和价格 此时美国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 为了在欧洲与苏联的石油竞争中占据优势 竟然大幅降价 这一举措不但没有经过沙特阿美董事会成员的窒息 更是惹怒了沙特首任能源大臣兼沙特阿美董事会成员亚马尼 他认为这种做法对沙特阿美的利润造成了打击 于是联合其他产油国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掌握了全球石油供应的话语权 OPEC的成立成为了沙特政府 往后从美国私人公司手上收购沙特阿美的重要筹码 三国政府在国有化沙特阿美仪式上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顶峰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 为了向美国报复沙特带领OPEC宣布减产石油 并威胁进行石油禁运 致使全球爆发石油危机 石油价格飙升 最后除了美国与沙特达成美元使用互换的共识外 更是促使三国政府开始收购沙特阿美 1974年三国政府购入公司60%的资产 在1980年泰国政府收购了公司18%的资产 最终在1988年沙特政府发布皇室法令 将公司更名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正式将其收归国有并且由能源大臣领导 董事会成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 尽管沙特阿美是一家极其赚钱的超级公司 然而它对石油的依赖度极高 常常受到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要是论及公司的品牌或者公司的价值 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变码讯Amazon等则要更具优势